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晓阳干一下飞机就被人给打藏了 没想到这营业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晓阳得赶紧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咱们先在这个柱子这里恢复状态 哎呦 他们一下就追上来了 那咱们就躲柱子后面跟他们绕 可有典藏风火器 典藏无人机 一看就是大了 那晓阳也不跟他们打了 赶紧往市中心跑去 这会儿他们应该没追上来了吧 我去 这个人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吓了小强一大跳 回头一看 发现刚刚那个人又不见了 这里原来有个隐形人啊 这个地方总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 之前我也说他是含蓄圈了 不管他是什么 还要有惊无险 咱们先来市政厅 恢复一下状态 这营业人也是穷追不舍 完全不给血量恢复的机会 那咱们就在这里跟他们照一照 把他们照着投影眼眶 这些人也是够满达 对着空气墙一段开架 等他们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就会过来打血墙了 咱们还是赶紧跑 哟 这人还想帮助拦截小强 咱们得给他点颜色瞧瞧 其他的也不怕 就是那个拿喷火器的到了 让小强有点招架不住 这前面有种伤 想又可以跟他们照圈了 嘿嘿 他们果然中计了 跟着小强绕了起来 咱们直接照回去 发现刚刚被打的人又被扶起来了 小强就把他们两个一起打倒 你这招还真够硬啊 不管他们追不追你 也都是你转 后面绕圈的人终于追上来了 咱们先把前面这个人解决掉 哎呀 算了 那个拿喷火器的也上来了 咱们还是得继续跑 在市中心绕了一圈 又回到了这里 发现他们又在救的 咱们再把他们打倒一次 他们肯定被你让崩溃啦 救人都不让他们好久了 来到市中心 他们应该被小强甩掉了 诶 这人还是发现了小强 感觉他们都看了小强的视频 自从上次发了跑酷视频 小强拆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感觉跑到哪都会被发现 不过好在他们实力不强 爬上来的人都被小强打倒了 那个拿喷火器的倒是有些本事 他爬上来后小强就有点吃力了 爬上来小强就得继续跑 好了 市政厅旁边又发现了这个人 他这里在睡觉啊 还是别打扰他啦 诶 这人怎么又不见了 这也太神奇了 先交小强下怎么做到的 如果鞋位的话肯定很好玩 下次再研究吧 现在你的周围全是敌人 那小强就先跑到市政厅楼顶 在楼梯给他们那个剪输劲 谁爬上来就打倒谁 不好居然让他爬上来了 那咱们就跳下去跟他打 一下来就遇到这个大佬隐藏无针机 打小强有点痛 打掉他的无针机小强就赶紧跑 跑到小强旁边恢复一些乱态 没时间又被政给追上来了 这人装备看上去很差 小强也不跑了 直接跟他搏一搏 你这边血量怎么搏啊 呀 小强还是太轻敌了 被他打倒在地了 正准备用起搏器的发现 旁边这人在扶小强 那咱们就趁这个机会跑开 算了 他们人太多了 小强也跑不掉 只要放弃了 好了 小强们知道 市中心那个人是怎么隐形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